沟雄市推动公共自行车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了 交通局宣布从7月起将由微笑单车来接手营运 并且全面升级为2.0系统 未来将采设站无需用电的轻装系统 强调是借还更容易 预计先要推出2800辆的车子 在9月之前仍然是享有前半个小时的免费优惠 3 2 1 请签名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高雄U-Bike 2.0公共自行车系统签约记者会 正式宣布将跟微笑单车携手合作启动U-Bike 2.0 多数的设备不会延已经慢慢开始老旧 服务的品质急需要提升跟改进 所以高雄市政府为了提供我们高雄市民朋友 以及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更好的服务品质 我们因此重新公开招商 除了提供市民更高密度 使用更方便的自行车服务 对于城市交通运输 观光发展和节能减碳都大有帮助 建构以人为本和永续发展的城市 微笑单车一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来增加我们市民朋友 以及游客的使用率 同时要特别感谢我们微笑单车公司 在高雄扩大招募人力 提供我们高雄市民朋友更多就业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忘记带了 没关系 一个人注册可以最多五张卡 市府交通局表示 7月1号开始 微笑单车将导入全新形态的高雄U-Bag 2.0 公共自行车系统 成为公共自行车全面快速升级的城市 同步扩增原有的309个据点 让民众更能够便利的使用 已经是需要到做一些太久换新的这种可能 所以说我们才希望说 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升级 那所以说我们也去参考了 各个县市的目前的一个做法 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 让厂商能够自负盈亏的方式 能够更多的诱因 创造更好的服务 全新的高雄U-Bag 2.0公共自行车系统 不但轻装免接电 厂站规模也具有弹性 突破以往设战一地难求的限制 一个厂站可以同时服务多人借还车 让民众操作更直觉更方便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杨核新的高雄U-Bag 1.5公共自行车租赁的一个做法